马格丽特是巴黎屈指可数的富婆 她年过半百富可敌国 她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 每次听到她怪异的歌声 孩子们就会钻到桌子下面 男人们会假装先躲进休息室 仆人们则在耳朵里塞上棉花 她的丈夫乔治甚至制造车祸 故意错过她的演唱时间 马格丽特常年资助乐团 在她豪华的城堡里举办贵族慈善演唱会 善流社会衣冠楚楚的绅士 和没你们讲着冠冕堂皇的话 乐团优秀的歌唱家演唱结束后 压轴的一定是马格丽特 每次她的丈夫乔治都会想尽办法拖延 她不想看到妻子在舞台上出丑 这天她又故意把车停在路边 把机油涂在手上 看着时间差不多了 她才开动汽车往城堡方向出发 马格丽特唱完后 主持人各种赞美之词 所有人强忍住坏笑微笑鼓掌 今天的慈善演唱会翻墙进来两个年轻人 小报记者刘锡安和下三流艺术家克里尔 他们惊叹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乔治解释车抛锚才晚到 虽然马格丽特非常郁闷 这时她邀请来热场的音乐学院女歌手也来感谢她 又是一场虚伪的奉承 音乐会结束后所有演员都站好 马格丽特排在最中央的位置 管家给他们拍了合影 这场演出才算完美结束 回去路上记者和女歌手聊起马格丽特 她是个富二代 她与丈夫联姻继承了她的爵位 从此躋身贵族阶层 尽管她富甲一方 然而每日无所事事精神世界极其匮乏 她资助艺术沙龙 举办各种慈善捐助会 记者掏出刚才在她家偷来的照片 女歌手问你们觉得 她真的不知道自己唱歌有多不对劲吗 他们回答 也许是她真的不知道 晚上马格丽特对乔治说好朋友拉贝尔 开了一家饰品店和一个小美术馆 她每天如此充实 真是太羡慕她了 但乔治却说你可以去逛街打发日子 并说自己还有很多事让她先去睡觉 马格丽特别别嘴回了房间 第二天清晨马格丽特在报纸上 竟然看到了一篇写自己的一整版新闻 当她飞奔着来找丈夫时 看到了满屋子的鲜花 管家说这是她的仰慕者今天早上送来的 他说夫人你昨天的演出真是太成功了 马格丽特激动万分 他拿着报纸给仆人们读起了这篇文章 他感谢每个仆人的付出 乔治明显知道出了问题 花是自己让管家买的 可管家却买了这么多 但写这篇文章记者的目的却让人不解 管家却解释夫人是有很多仰慕者的 马格丽特和管家一起来到出版社感谢记者 并送她一份礼物 她谈起自己收藏了许多名人的原始乐谱 记者吹捧她是个名副其实的收藏家 这时艺术家也赶来 记者介绍就是艺术家把她的照片经过修饰刊登在报纸上 她和马格丽特聊起了名画 说她认识很多有名的画家 马格丽特则表示自己也喜欢收藏并有些真品 钱在她这里并不是问题 最重要的是拥有这些艺术品 他们问起马格丽特是否有老师 他否认了 他们承诺要给她找一位行家叫她唱歌 接着马格丽特花了不少钱 从艺术家手中买回了她的照片 他们在窗口看着离开的马格丽特 两人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乔治被拉贝尔邀请一起去海边玩几天 但他说最近很忙走不开 马格丽特是有钱 可并不是我有 他花钱买了我的头衔而已 拉贝尔问记者写的文章你没有看到吗 他说也不知道记者有什么意图这么做 马格丽特像野兽一样的狂吼 让他非常不舒服 可是他为什么一直要这么做呢 拉贝尔聊起早上他来我店里了 他并没有察觉到什么 乔治则表示他好像已经不是个女人 他看起来就像只怪兽 这天马格丽特又穿着戏服让管家给他拍照 他们等着光线最好的时候跑去户外抓拍 马格丽特拿着情检给乔治看 他被记者和艺术家邀请参加一场演出 届时会有很多新进的艺术家诗人等观看 管家帮马格丽特准备好行李 之后来问乔治是否已经备好车 像平常一样乔治在车里做了手脚 果然没开多久车就抛锚了 他和妻子抱歉可能这次去不了了 正当马格丽特无可奈何不得不放弃时 却看到管家开着车来了 原来是管家看到乔治的伎俩 故意跟着他们说给女主人送他忘记拿的乐谱 马格丽特看到管家就像看到了救星 他总是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 演出前艺术家交代马格丽特无论发生什么 他一定要坚持唱到最后 演出进行到一半时艺术家登台开始他无政府主义的演讲 这引起了台下各党派的虚声 让他赶快滚下台去 接着马格丽特根据他的指示上台了 台下的轰闹声根本听不到他的歌声 他白色裙子被投影了战争时的影像 台下反对派孙三杂场成了一场闹剧 他们被警察抓进了警局 经过审论后才放他们出来 而始作俑者对马格丽特说你是真正的艺术家 没人能阻止你尽情地表现自己 马格丽特看到来接他的丈夫 记者甚至看不下去了 他内疚不已 你不要再相信这个混蛋了 而马格丽特却什么都没有埋怨 他微笑着轻抚了记者的脸后上了丈夫的车 记者感叹这个女人的内心究竟有多么的强大 才能做到无视台下的人对他莫大的侮辱